鲤鱼社区疑似西级香弄长造站 在近一段时间是营运后 也于日前正式接牌 每周一至五将规划许多丰富的课程活动 邀请长者前来参与 看到鲤鱼社区疑似西级香弄长造站的正式接牌 让长造政策能够落实推动 先运油耗也齐取 借此让长者的生活更加幸福开心 重新演这边的鲤鱼社区 大家非常开心的许多长辈在这边 共同来长造接牌 也希望说在我们C级长造站的接牌 可以让大家未来有一个更好的 找人的一个照护 长辈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也希望说借由东华医院这样的协助之下 包括他们的一些活动 都能够让他们每天开开心心 先远参门尔则指出 透过长造站的成立 让长者的生活更加丰富 且获得完善照顾 也希望尚未成立的社区也能够一起来成立 议长和尚丰感谢鲤鱼社区照顾长者的用心 并期待透过长造站的接牌 能在地方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让长者获得妥善的照顾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